我是覺得不要拗 說我們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拗 一頂做理費這個事情 收到三萬塊也有在拗的 整個百萬、幾千萬的問題有啦 坦白說有的人用素利來看罪行 其實會說這不太嚴重 有的就比較嚴重 台智光比較嚴重 那不是嚴重、不嚴重的問題 其實究竟我們有 他有排到一個很重要的質疑就是 他說他是年輕人 他說他是新政策 你新政策的結果就是 拿起來比較小 對大家來說當然是沒有 大家在對中你這個過程的事情 說你怎麼有認署的勇氣 在這裡是說 你就有民進黨、民眾黨、民眾黨 民眾黨裡面有立法委員 出來修法 說究竟我們這樣用是政客的 我們讓立委的薪水不夠 我們對不起立法委員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結頂過 總統會結頂過 大家來評論看有道理嗎 你不能說紀念你如果 同意這個做法 同意這個法律的規矩 裡面還這樣 這些公資金、民眾金、什麼金 總統又說要控制出 左立當然有 你知道嗎? 小兔當然有 你知道嗎? 他如果不怕 他就出來算了 他在做不了 對不對? 就有心要插政策了 你就要寫什麼東西 在評論到那邊 招槍、純劍 他不出來算 原因就差一點 沒想到這麼大的壓力 你現在把做理師 把無聊師 把威逼利用 到底是用賣的 用狂的 用什麼的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 他整個做理的口徑 有放軟 不要說變口徑 但放軟 放軟的過程裡面 你一方面淋桌 一方面又要放軟 你對這裡 孫季冠 或冠一四人 在做這個 就不是第一天出社會 他也看有說你有變化 所以大家開始懷疑 是不是 有塗在什麼樣的壓力 所以大家在懷疑的時候 鄉洋小兔 做理 跳出來說 怎麼可以 鋒海進行 你幫我改一下 這就是表示怎麼樣 有壓力 應該就是有壓力 不要勉強 那就 沒辦法 高興安 你 現在已經做到市長 我們也希望說 不然這樣 你看減的 我開一個認罪學生 給你 同樣知識共享 跟大家說 這是怎麼用的 要不要醫藥來發生 這樣對大家有交代 判繁審就好 就不用拐 這樣比較不會嚴重 但是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要捐款 我們看到 高興安 他要做的事情 是說 他就好也要生 這個情形跟韓國衆一樣 他就好也要知道 一個秋季百幾萬 他也是要拜託大家 關一下 那個什麼民眾黨責任 好也要知道 你像國領 基隆的國領 他就好也要 他好也要 他就辛苦 比的朋友都好也要 然後他拋車去嫁人 然後他海邊放棚 他就好也要知道 對不對 我覺得國領的品性 就比高興安 跟韓國餐比較高 是怎樣 你如果好也要翻載 我不怕人知道 你既然人當好 我買大家的好 我就給你做的好 韓國會就比高興安 跟韓國餐比較好 對不對 人也比較成人 好也要翻載 這個東西就是假 對不對 你在住的地方 一個月五六萬 祖金 你在請人 你就能感到五六萬 但是這小條的 所以你要好舉又小氣 好舉又小氣 這個都在 目前看起來都在民眾黨裡面 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說 這 我跟你說 政典的方式 你說 國民黨黑金 政典的方式 我說不會 因為他們說 他就是黑金 他說我就黑原材 金原材 好也有原材 只是他人 本來也知道 他的通地性格 這樣很好 民進黨 他說他要做什麼 事情 要沈米 要管理中國 他要不要叫中國 好 這樣 他直接說的跟做的一樣 這些事情不會失去信任 中黨的做法 讓人民對政治失去信任 因為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好也會知道 還會當成知道 我跟你說 小兔這一次 在庭上所講的話 對於高鳳安來講 是一擊必殺 鐵陣如山 一開始 大家就講說 之前沸沸揚揚的 說捐出來的公基金 到底是不是給高鳳安用 還是說是給助理公用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但是小兔是直接咬出來 再一開始就說 包含洗頭費 高鳳安的餐費等等 都是高鳳安去花掉的 這個時候反而是法官一開始還說 不對 小兔 不是講他講 黃慧文 你怎麼可以確定 是高鳳安用的 對啊 你怎麼確定 你那個上面寫的 比方說413鮮奶茶 你怎麼能確定 不是你們同人喝的 是高鳳安喝掉的 結果在法庭上 因為是公開審理 記者全部都在 黃慧文直接講 而且講得非常的大聲 直接說 辦公室沒有人敢喝飲料 還找我清款的 只有一個人叫高鳳安 結果講完之後 全場哄堂大笑 在那個嚴肅的法院 結果只有一個人 你是不是有派小蜜蜂進去聽 記者也有寫 記者也有去看 全場哄堂大笑 結果只有一個人 鴉雀無聲 面無表情叫高鳳安 尷尬了嘛 這第一集是什麼 證明了所有的這些公基金 用的私用的 只有高鳳安可以用 再來第二點 裡面這一些錢 你確定都是高鳳安用的 沒有回補嗎 因為大家有一個邏輯 記不記得我們這一年來 有一些幫高鳳安講話 人就說 這個錢 用掉之後高鳳安有回補 法官也問了 黃慧文這件事 黃慧文講得超清楚 黃慧文直接說 沒有啦 報告停上 那個我們有把那個 如果高鳳安委員有補回來的錢 我們在那個帳目上面 就化掉了 所以簡單來講 你現在看到的帳本 全部都是 你漏掉一個細節 不是直接化掉 是 高鳳安盯著你的電腦螢幕說 化掉了沒 對 還會盯著你刪 所以要求我刪除 我就會整筆刪除 這被要求的啦 重點是 現在上面的宣布了 代表帳本裡面的這些錢 都是沒有補回來的 再來第三點 會讓人家覺得 這叫消貪 想到叫消貪 就是說有時候算了 有一些錢就算了 欸 高鳳安你連你自己寫的 那個面試郭台銘啊 你寫的書欸 照理講啊 那個你自己寫的書 交給我一個基本庫存吧 你要送別人 你都把這個書 還要報公積金 自己買一本自己出的書 然後拿來送別人嗎 結果這個 法官也問了 因為覺得不合常理嘛 結果小兔在法院上直接解釋說 對 高鳳安連買自己出的書 都要從公積金來進出 讓他印象深刻 這超級印象深刻啊 所以我覺得小兔這整個 在法院上面的講法 包含飲料 包含洗頭 包含買書 而且也證實了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錢 真的就是大家助理費 被高鳳安去要求 補進去之後 然後去支出的 他們真的 並沒有把這些用在自己助理身上 真相又被還原了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立法院 他現在說裝潢費 會補出35萬嘛 可是高鳳安他可能就是要比較華麗一點 比較高級一點 他要花到80萬 那根據小兔的證詞是說 原本說鴻海要給 那鴻海要給大家都聯想到 是不是BB 是不是郭董 原本要出這個錢 但是他沒有講得很具體 而且小兔說 可不可以在筆錄上面把他給刪掉 那法官就講說不行 你都已經講了 就把他登錄進去 那因為這個鴻海 後來沒有給這個差額45萬 所以說李中廷就先電 那為什麼鴻海沒有給了 有可能 因為那時候不是講說 李中廷他是拿有零基金會 拿了很多這個錢嗎 對啊 說他一個月50萬 所以已經給你這筆錢了 你辦公室裝潢還要跟我一樣 有沒有搞頭 所以說可能郭台銘就這樣 給他打槍了 這個要郭總出來現正說法才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是 所以說他們才覺得說 怎麼樣補這個李中廷 這45萬的辦公室裝潢費 才開始討論這個公基金的制度 把這個公基金給發明 這個出來 因此郭台銘如果他們午夜夢回的時候 想一想就 早知道當初就不要省這45萬了 就鴻海就給他撥一撥 撥出去後面就不會有這麼多這個事情 好 那你弄了一個公基金 那如果你最低限度就是說 你不要浮爆亂報 你不要拿去做個人的施用 可是在小兔的證詞裡面 我覺得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說 高雲安身為立委 因為日理萬計很閒嘛 也很忙嘛 就他很閒就是跑到那個小兔後面 就看他的筆電 這筆我還 把他刪掉 還看著他把他刪掉 儲存的這個之後 這筆我也還 就這樣把他刪掉 這個證詞對高雲安來講非常傷 因為高雲安他的解釋之處是說 因為我這個錢只是先帶電 後面我用某個方式 有回補 不知道是現金 還是匯款有回補 可是小兔的證詞證明說 我們所知道的那些餐廢 洗頭 高雲安的那些飲料 還有買書等等 都是沒回補的 有回補的在高雲安 親自都軍底下 都刪掉了 已經刪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 除非高雲安到目前為止 能夠出示證據說 這個小兔帳門是假的 或者是他確實有一筆一筆 去還錢給小兔的這樣一個證據 不然的話 當案陣情更加明朗之後 他現在找了一堆人在外面 司法不公 消失了十幾分鐘 我跟你講 法官看到這種 你外部給他這種政治壓力 他反而會覺得是說 我更要秉持著公平公義去辦 過去這麼多議員 都已經採了一些小錢 可能就幾萬塊錢 罰個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 這個都有 如果全國矚目的案子的話 最後犯出來是無罪 那肯定是會被司法違信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跟傷害 所以我們當然是說 回歸這個證據 希望高雲安在接下來的這些 這個答詢的過程當中 提出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不然講來講去 每一項證據都指向高雲安就是有罪了